美国限制升级反映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 最近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 这反映出中美科技竞争正进入白热化的新阶段 美方此举旨在遏制中国科技发展 但中国有应对之道 双方需要保持理性 科技竞争不应演变为全面对抗 这次美国举措的突出特点是管制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它难括所有可能的美国投资主体 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多个战略性高科技领域 还设置了严格的穿透式审查机制 此举显然意在全面隔绝中国 从美资获得敏感技术 削弱中国科技实力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总统还称 中国科技进步对美国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 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以获取更多权力应对 这反映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战略焦虑和紧迫感 前所未有的高涨 中国需要正视美国的这种情绪 科技竞争剧烈化 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国博弈的必然 关键是要管控局势不致失控 中国需要从容应对美国的科技封锁 坚持自力更生 同时保持科技交流的开放态度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包容的 过度的封锁和对抗 只会降低双方竞争力 当前中美科技竞争进入深水区 双方都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 这种竞争本身是正常的 但需要努力防止演变为全面对抗 双方都需要保持战略清醒和长远视野 管控分歧 而不要让分歧控制双方 只有这样 中美科技竞争才能为人类进步提供更多动力 事实上 中美科技竞争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 美国依然掌握明显先进制造技术优势 而中国市场对美国科技企业也极为重要 双方都需要认识到科技脱钩的巨大代价 因此 在应对竞争的同时 还需要保持定力 防止竞争演变为全面隔离 中国也需要从自身做起 继续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 以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需要具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国欢迎各国科技人才 为中国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同时 也希望美方摒弃科技封锁思维 共同推动人类科技 为人类福祉而进步